中国大陆在本周公布了 它在8月份的进出口数字震惊了全世界 首先它的出口同比增加只有2.7% 过去中国大陆是双位数字的成长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低的出口数字 更可怕的是它的进口数字 进口数字表示 整个民间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一点都没有信心 因为它的进口总额还下降了 也就是负成长了2.6% 创下了7个月的新低 那么整个欧债的影响之外 更严重的是全球的需求都是下缓了 那么按照现在的中国大陆的8月份的数字来看 对于整个欧盟的出口是下降了12.7% 对日本的出口是下降了6.7% 对美国是增加的 对澳洲俄罗斯 对南非的贸易是大幅的增长 但是对大多数其他的主要的经济体 包括对东协都是下降的 因此华尔街日报认为 整个大陆的8月贸易数据凸显出来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是整体的亚洲经济 都在持续的放缓当中 它震惊了全世界 也就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还算可以撑住亚洲的经济成长 以前中国现在也疲弱不堪 而上升指数在本周呢 因为周五的时刻宣布了 美国宣布了QE3 上涨了13.47点 那经由上个礼拜 整个中国所宣布的 一兆人民币的基础建设的计划 现在上升指数本周仍然是跌幅0.18% 也就是这个数字一出来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都不看好 那到底未来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中国大陆的天津举行 这场在天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 在里头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 都具备国际重要的地位 一个是IMF的副总裁朱明 出身中国 一个是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 两个人对中国经济 一个提出比较悲观的看法 一个比较乐观 走步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 由于每年冬天都在达沃斯 这个小镇举办 所以又被称为是达沃斯论坛 2007年起中国加入后 除了冬天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 夏季则轮流在大连和天津举行 达沃斯论坛的议题设定 原本都是由欧洲方面完成 由于世界景气低迷 中国模式备受关注 今年首次由中国参与议题的研究 并且由南开大学经济世界中心来主导 这已经是大陆总理温家宝第六次出席论坛 他上台致辞分享中国今天 并向余慧者表示 中国经济已呈现缓中趋稳的态势 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 我们按照稳中求进的总要求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供 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温家宝的讲稿中连续出现了好几次稳增长 各国代表对于中国寄予更多的期待 而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 为中国经济把脉态度也非常乐观 我们的经济还是会比较平滑的增长 我估计维持8%的增长 我们继续在维持20年 即使在外部因素相对不利的状况之下 那么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 当然有下行的压力 一是孤债风暴的笼罩影响了出口企业 减少了经济增长 同时08年的宏观调控4万亿投下去 大部分的项目也净收工 所以投资需求的速度也会下滑 相对林毅夫的信心满满 现任IMF副总裁的朱铭则显得保守多了 因为除了欧债后面还有三个问题接踵而来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财务 因为在整个月的计划 总裁的计划是4.3%的GDP 是巨大的 如果4.3%的财务 移动了之后 正在选择 美国的计划会变成绩 全世界的计划会变成绩 第三个问题是 主明说 中国经济增长从10.4%下滑到去年的9.5% 预计到今年会更进一步的下降到8% 印度的经济从2010年10.8%下降到今年的7.8% 而巴西从6.2%下降到今年的2% 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 不能不高度重视 第四个问题是财务 我们看到财务的财务 增加28%这年年 我们看到财务的财务 增加8% 所以如果您看财务的财务 财务这个财务的财务 except for the wheat and the rice price, still are too low, but obviously the food price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whole world, particularly on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as well. So we need the policy to prohibit the trade war, we carefully monitor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make sure there's no financial market manipulations in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s well. 朱明也说最糟糕的情景 如果欧元危机继续恶化的话 那么欧元区的经济GDP会下滑6% 美国下滑2% 中国下滑1.5%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危步风险 就应该要反映给高层的领导者 要世界共同帮助并支持欧洲 防止风险出现